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 我觉得再和她在一起下去 就是在耽误她 所以准备分手了 明明是她不解风情 不懂我对她的好 为什么她反而要和我分手呢 她总是打着对我好的名义 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她太不切实际了 我对她的好 怎么会是没有意义呢 她怎么总是看不到我的付出 我们两个在一起 不仅耽误她 也耽误我自己 我看不到我们两个人的未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张23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胡24岁 同样来自河北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那你这么点头干什么 是我要来的 你要来的 大一岁呢 学姐是吧 对 我来的原因是因为就是 我觉得她总做一些不切实际 没有用的事 然后就是她做这些事吧 她就耽误她自己挺多事的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是 害了她一样我和她在一起 然后会让我感觉到 就特别多大的压力 就想和她分手 其实我感觉不是她说的那样 她就是不解风情 不懂我对她的好 不懂我对她的好 行 我慢慢问啊 是你招惹的师姐 还是师姐招惹的你 我们是在同一所学校 我们都有老乡聚会嘛 然后就在一次聚会上聊到说 都是一个高中的 然后就说互相加个微信吧 然后以后也有联系 后来学姐慢慢地 对我特别照顾 然后我就特别感动 后来慢慢地就在一起了 好了 咱们从哪开始说起呢 从不解风情说 还是从你害了她说 我先说吧 我感觉她就是不解风情 因为我们当时在一块的时候 确实我感觉挺仓促 也没有给她什么浪漫的表白 我当时就感觉特别亏欠 我们在一起之后 然后她当时 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嘛 我就感觉 得给她一个不一样的生日礼物 我就想去大街上 收集五百二十个人的生日祝福 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 大街上 不认识的人 对 用那硬纸卡 写上那个各种生日祝福的话吧 然后我就去大街上 找陌生人拍照 有可能说迎面走过来十个人 也不见得有一个人 给你拍这张照片 确实挺辛苦的 但是我想 是因为给她准备的惊喜 然后给她 你弄成没弄成 弄成了 厉害呀 然后五百二十个人 陌生人 用了多长时间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不太好 那也行啊 但是我把这些礼物 送给她的时候 按理说应该特别高兴 对呀 但是她没有高兴 为什么呀 她就特别冷漠地 就丢在一边了 我就当时就特别不理解 就是跟她说过 我不像其他的女孩似的 就是追求那些 就是特别浪漫的东西 然后再一个就是 主要是因为 就是当时 她就因为这件事情 期末考试挂了好几颗 我当时 几颗挂了 三颗 我当时真的就是心里 就特别难过 好像就是我害了她 挂了好几颗 但是我感觉也没事 挂颗也可以再补呀 但是她只有一个 我特别喜欢她 我就是对了她好呀 补过没有啊 暂时还没补 你有本日收集了520张照片 你还没挂颗 你高不高兴 那样的话 我可能就是当时可能会高兴 对吧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 还敢挂颗吗 不敢挂颗 因为我觉得 不只是这一件事 还有呢 因为她比我大一件 然后她当时想考研 那时候时间她压力就特别大 我就想怎么也得给她接罚 或者说减轻一下压力啥的 我就叫了我好多好朋友 然后就去他们坐楼下 用了好多蜡烛 干啥 然后摆了一个造型 就是说 在一个心情里边 摆了一个加油 然后当时我就给她打电话 就要下来 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她接了 然后说我看书呢 没工夫 因为我还有好多好朋友 我不能说亮人 把人亮那吧 对 然后我就一直给她打电话 然后这时候就再打不通了 没办法呀 我只能给她摄邮打电话 然后她勉强下来了 然后看了一眼转身就走了 这个为啥不高兴啊 我当时真的快考研了 就没几天了 我就是压力确实当时是大 然后我当时在复习英语真题 那时候都晚上十点左右了 她就把我思路打断了 我当时可能一着急 就把手机静音了 然后她就开始不断地给我摄邮打电话 我的摄邮说你 不是你上去看了高兴吗 我没高兴啊 因为我之前都说过了 我不想要这些东西 你一说过又不是一次两次 你还老整这个 但是她 但是她这个心意不就是 关键是学校摆蜡烛这个事 她不让干呀 但学校有明确规定的 她因为这个事 她院里通报批评她了 哦 受处分了是吧 对呀 那我能特别高兴吗 华科 受处分 但是她只有一个呀 我就为了她好呀 你爸妈有几个 一个 对呀 你爸妈花着钱就让你好好读书 你在学校里不正经读书 在那天天讨小姑娘欢心来 那她就一个呀 她就一个呀 又化科又受处分理议 因为她老做这些事嘛 我就跟她说都到大学了 咱们就踏踏实实地去做一些 学习上的事 不要老整这个 要珍喜是吧 对 你还干过什么荒唐事啊 我感觉我干的都是一些 特别实际的事 你还干过什么事 因为当时我看好多人 都有毕业旅行 我就特别想给她来一个毕业旅行 因为当时也没有多少钱 我也不可能朝家里要钱 我就自己打工挣钱 一周七天都在外边打工挣钱 可以啊你兄弟 然后目的就是 想用自己的钱 然后给她一个毕业旅行 挺好啊 然后当时 我就想找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 她去没去 她没去 机票也订好了 然后那个酒店也订好了 我跟她说的时候 她说已经安排别的事了 我当时就特别不解 我做了这一番功课 为啥呢 钱可能是小事吧 我觉得这个事不能怪我 我快毕业了 我要再准备毕业论文的答辩 然后那个时候 我真的特别忙 她当时没有告诉我 也没有和我协调时间 做事就这么毛毛造的冲动 你就去玩一趟呗 那我不能耽误我毕业呀 其实就是那么几天的事 我当时也想了 主要是那个时间段 是毕业论文答辩 我感觉她就是不理解 没办法了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事 还浪费了就是挺多的钱呀 就像就是我就是 祸害了这些钱一样 对对 就是感觉有压力 一会儿让老师给你解压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别的事 还有呢 有 主持人我今天要来 我最伤心的不是这些事 我最伤心的事是就是 我们两个人是约定 一起考研的 可是现在12月份 就要考研了 可是就是我发现 她最近对这个事 就不上心 我真的就觉得 她就是这样 也对自己不负责任 我感觉也是 对我不负责任 不是为什么 一定要考研呢 因为就是之前 就这么计划了 打算了呀 就是商量了 商量好的 所以你要分手 她影响你考研了 她没有影响我考研 我已经考上了 现在是她要考 她不去积极地 准备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 她挺不负责任 那她也可以不考嘛 虽然你不考研 你可以实习找工作呀 对呀 但是她也没有说去 就是认认真的 去找一份工作呀 就觉得她不上进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呀 我觉得她这样不上进 就对我们未来 就是我就有点 就看不到未来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规划 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她不可能说 每个人都是这样 按一贯的套路来 每个人肯定有 自己的想法 你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是 先减轻一下压力 然后到时候 按时间再 我觉得她这就是 给她自己找借口 那你在宿舍 那个打游戏 玩的时候 那你怎么不想想 学习的事情 她不就说 先减轻一下压力吗 人家说了是吧 是 行吗 所以你要分呗 你怕你害了她对吧 对呀 不是因为 有别人什么的吧 别人 就是有那种 有上进心的 有什么 一定要跟你一起 读研究生本 没有 不是因为这个吧 不是这个 行 你就觉得 她不上进呗 是啊 我觉得就 她就是 对自己未来 没有一个规划 你就告诉我 你喜不喜欢她 你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就是怎么想的 因为 你喜欢过她没有 喜欢过 什么时候不喜欢了 不是说什么时候 不喜欢了 我是对就是 未来不坚定了 为啥不坚定呢 人也没变化呀 有变化呀 就答应过考研这个事 你现在就是对这个 不负责任 那我就是 就是我 她考不上研 你还跟她好吗 不是说她 她考不上研 你还跟她好 但是我也想 就是你这个过程 你至少努力呀 她连这个过程 她都不努力的话 她怎么会有 一个好的结果 她努力了 也没有好结果 怎么办呢 那我能接受啊 那为什么 一定要努力考研呢 因为我之前说过 要么努力考研 要么找一个 好的工作嘛 行吧 反正就是 大学里面的 这么一段爱情 一个积极向上的女生 一个爱积极向上 女生的男生 现在他们出现了问题 该怎么办呢 小胡 你当时喜欢她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感觉 她挺幽默的 当时做事情 也感觉她挺认真的呀 对我 其实她一直对你 都挺认真的 她对待学习不见得认真 但是我听到现在 我知道她对你 其实是挺认真的 那为什么现在就觉得 没有像当初的那种感觉了呢 因为就是我感觉 现在有点和她在一起 看不到就是那种未来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未来 我告诉你 因为她跟你不一样 所以你们在一起 相互吸引 但是现在因为她跟你不一样 所以想要分开 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人 小张 你做的那个 找五百二十个人来说祝福 其实我听起来是很感动的 虽然结果导向是 挂科 是你女朋友不能接受的 底下摆新型蜡烛 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结果导向是 被处分 是你女朋友不能接受的 前面的浪漫 她其实没有那么喜欢 后面的结果 更是让她反感 所以你一直在讲说 她只有一个啊 我是在为了她好啊 但是她不喜欢 你做的这一切 你知道吗 这就像什么 就像你准备了一个海鲜大餐 然后你要请她吃 你说特别好吃 你赶紧来吃 可是她过敏 你一直在讲说 她就是一副没有激情的状态 我做什么她都不激动 对吧 如果你今天把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摆在她面前 你看她激不激动 你会不会激动 会 喜不喜欢 喜欢 所以你们喜欢的东西 根本就不一样 她是绝霸 她要一条积极向上的阳关大道 在这条大道的两边 有一些支支叉叉的小浪漫 她看都不要看一眼 她不懂你的风情 你也不懂她的人生 你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人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去找一个 跟你一样喜欢那些浪漫的 小情小爱的那小女生 完成你的青春和爱情 而她也是一样 沿着自己一如既往追求的道路 找自己喜欢的 对的那个人 感受彼此带给对方的回忆 留下一段美丽的青春 就够了 祝你们幸福 挂科是不对的 违反校计更是不对的 谈恋爱不是你挂科和违反校计的理由 浪漫更加不是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那你女朋友为这个事生气 很正常 我在想我年轻的时候 我比你浪漫 写诗 送给那个校园里面 穿着白色连维裙的姑娘 就送诗集给人家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开始自己创业 发现越来越高效 追求那些有用的东西 就跟你现在一样 什么东西有用吗 因为一直在求生存 后来我就在想 就是想要再找回青春那个时候 现在要我写手试太难了 后来我在想青春那段时间是什么 我觉得青春啊 就是做一些美而无用的事情 它还处于那个阶段 你过了那个阶段 不能说谁对谁错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违反校制要挂科是错的 但就这些事情而言 只不过是 它还处在它的青春里面 你已经进入你的无奈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青春是去做一些美而无用的事情 但不代表我们可以虚度青春 小伙子就是 我们人啊 有两种状态 一种叫满意 一种叫满足 满意是什么呢 满意叫达到标准 就你达到我的标准对你满意了 满足是什么呢 达到标准之后又感到很喜悦 你现在一直想去满足它 但你并不让它满意 先把满意做到 不管你是和它在一起也好 未来谈恋爱也好 我都是给你这个建议 先做到对方心目中的标准 然后再去谈 怎么让它获得更多的喜悦 至于青春 我们可以浪费一点点 但不要去虚度整个青春 就这样 我赞成两位老师说的 你们之间呢 想给的跟想要的东西 是完全错位不对的 但是 我们好不容易 我自己变得更多的愿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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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